那到底為什麼他們這麼難交朋友呢 我覺得你分析得超好 這到底是誰寫的啊 以前我看到的文章覺得最大的 我覺得你分析得好好喔 重點 好 大家應該好像都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哎呀這個就是 我有聽過一個就是 他去國外交還 然後他的program有來日本的公司 做一個短期的那種隱程 然後他說他覺得 他們晚上大家又去喝酒 然後會忽然覺得 欸每個人都好熱情好友善 然後大家會聊非常私密的事嘛 但他隔天一道公司就 立馬那道牆就是關起來了 然後他想說怎麼會這樣 很多外國人就會有這種感 對 而且基本上從 日本人嘴巴上說出來的 都是場面話 他真的在想的事情 他不會從嘴巴上說出來的事情 你要查 其實我覺得久了之後完全看得出來 對會看得出來 超容易看得出來對不對 譬如說他如果每天稱讚你 我們可能就會以為他是真的在稱讚你 他其實不是真的要稱讚你 他真的沒話講 對 他真的找你 阿姨很可愛耶 對嗎 非常煩意 沒有啦 全是很好 謝謝 還有就是比如說在 在遇到啊 然後說 啊 絕對不會實現的事情 對 他只是一個社交詞 對 然後或者是如果別人跟你說 就是不會來 就是不會來 你就不要再不適項 跑去問他 對 其實我後來覺得 要去真的不會講 要去就會說 就會直接問 對 會直接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去的那一方 你其實也不能夠很大啦啦 就只有問說 那我們下次要不要出去玩 你要跟他講說 我們下一次什麼時候去哪裡玩 他可能才會覺得 喔 你是真的要約他 就比如說 欸我覺得我跟他很好啊 然後也一起出去吃過飯 喝過酒 然後他也會 對 然後突然覺得奇怪 他最近怎麼都不理我 然後一開始其實我也有遇過這種的啊 然後那個時候就會想說 他是不是說錯什麼話 或者是做什麼 然後他覺得不開心的事情 還會想說要不要跟他道歉 或是問他發生什麼事情 我後來發現 這個根本就不關我們的事 對 他自己有問題 對他自己心裡面會有一個 有一些坎在那邊 對 不管是什麼坎都不要管他 對 反正他自己好了他就會再來聯絡 對 不要去問人家原因 因為他也不會告訴你 具體點搞不好他就會覺得說 哇 他覺得他好像有點羨慕你的生活 然後他自己有點直耐 所以他最近不太想看到你 對 也有可能的 可是我們也不用猜 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別人在想什麼 對 遇過就是不治病啊 而且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可能不知道他有這個狀況嘛 因為他一定不好意思講 但是其實你過了一陣子 你去觀察他的那個言行局勢 你就會覺得應該是有生病了 我覺得反正就是一個最基本你不要問他為什麼 然後你就放他走 他到時候要自己回來他再回來 他如果不回來就算了這樣 而且他不回來你不要覺得那是你自己的 對 這其實跟男女朋友一樣 對 我最近我就都沒有在想別人在想什麼 我也是 對 變成一個很自私的人 日本好像一直都很忙 怎麼約都約不出來 那就是你問他說 欸你這周末在幹嘛 你在問他們想在幹嘛 喔周 大家 大家聽我說不要約周末 而且周末你可能要一個月之前 或兩個月之前 不是周末 周末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周末我也不會跟 周末只會跟阿彌子 周末在我的心中也是 不會給隨便閒閘人等等的 我就說一般台灣人可能會覺得就是 大家平常都在上班很累 不好意思約平日啊 所以就約周末比較 比較有閒暇時間 其實很多人他不是周末有約 他是周末想要一個人 想要休息 對他來說 就算你那朋友跟你約也是要提起精神來應付你 他寧願你約在一個什麼禮拜三 禮拜四這樣子 然後到了禮拜六以後他就這樣一個 死在那個 他想要那個死在那個時間 對 你不能在那邊撿阿媽 所以周末是真的非常這樣難約的 我覺得他們其實沒有那麼討人厭 就是他 他們其實 他就是覺得說 他如果今天答應你他要赴約 他就是覺得他要赴湯到過 對 就不像我們常常會就是 唉呀這算了 我覺得他們超常 你說我今天皮膚過敏 然後就給我不來 對啊不然就說 皮膚過不屁啊 皮膚也要爬過來了 不然就是說什麼 我們可不可以在 下午趕成月晚上 對 禮拜六趕成月禮拜天之類的 前一天講或是當天講那種 不行不行 不行這樣 他會覺得說 好如果他今天答應跟你約禮拜六 三點 他就要赴湯到過 禮拜六三點 他一定得去 對對對 所以你要給他時間去思考準備一下 我現在最遠的約有約到四月 這也是周末所以 而且真的是有三個人的周末 那就很難約阿 有三個人周末有兩個是日本人 所以才會變成這樣 欸對啊我也是那種 如果公司上司阿 會換來說 欸你現在在哪 我們在裡面很多人來的話 我也是會去的 他們其實就是 這種評價會還蠻好的 就是他們叫 像這種的話就是 他可能就是 欸你們可能還沒有那麼的熟 但是他可能就會在各種場面 就是先 問你要不要一起去這樣 這樣就是可能會有比較多機會 是個是個是個 所以就是萬一你 有一次拒絕的時候 別人就會覺得說 哇你這個人好難約 然後就再也不約你 他可能會覺得說 啊這個人是不喜歡人家約他 對對對 這個人不是很喜歡這種場合 搞不然你真的是有事 可是他就會覺得 啊你這個人就是這樣的人 對 就會造成一些誤會 然後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都沒人來約我 然後就覺得好不敢 對 外國人 就是外國人 多少還是會有一點恐懼啦 就是人是有分的 有人就一開始就是 一直把你當外國人 嗯 從頭到尾把你當外國人 那你就要管他嗎 對啊 反正我本來就是外國人 對 因為我們 我們是自己資深來國外嘛 我們如果把別人當外國人的話 我們根本也活不了啦 對 我們就只好把人當人 你就去找那個把你當人的人 就是當朋友就好了 對 而且其實 就是把你當人的人 還蠻多的啊 蠻多的 比大家想他很多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他一開始可能會擔心 但是後來 他可能會覺得說 欸其實沒那麼可怕 他就會接受你 這加上如果你會講日文的話 對 他們主要就是怕 講別人 溝通 無法溝通 對 就是他們就會變成慌亂 因為在日本的那個文化裡面 有太多那個 有的規矩啦 他就會覺得他 不知道要怎麼 對外國人才能做 沒有做到失禮這件事情 其實反而 這樣更失禮 對 時間がかかる 超級慢手 雖然說我還蠻喜歡 台灣很親切這件事情 但我有時候會受不了 真的 台灣很多婆婆媽媽啊 拜託的 才坐在旁邊 不到幾秒鐘 他就開始問你 祖宗師罵她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你蠻難搭話的 我覺得我巴桑好厲害喔 歐巴桑就是我管這種事情喔 他們會分嘛 就是先從CDI CDI就是 認識的人 認識的人 友達就是朋友 然後才是心願 然後我們認為的友達 對他們來說 對他們來說應該是CDI 對很多都是CDI 他們只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Facebook 可以有這麼多的朋友 對他們來說 他們公開的information 也是照這個順序 就是 CDI他就是真的不會講到太多 心理話什麼 他只會有一個私事 對啊 就比如說 工作 到朋友的話就會講 可是也不會講到心理話 就是會講說 喔 最近小孩在念小學 什麼 他會講到一些 他生活上發生的私事 對 但他不會講說 小孩超爛的 對他可能會說 他週末去看了什麼電影啊 對 對 但他不會跟你說 其實他最近就是有點茫然 不知道下一步 對 絕對不會這樣子跟你說 到新U才真的是會 有比較把Hone給丟出來 就連頭摸大機 那個程度 他也不會講太多心理話這樣 啊 那麼連頭摸大機都沒有 剛才就說了 對啊 就是他連朋友都可以 他們就是慢熟 就是 老包都 永遠不熟 而且其實 他們並不會強求說一定要 對 他不覺得人生一定要有一個自己 對 因為如果 假如我今天跟你講了我的心理話 可是你跑去跟別人講 或者是 你說了一些我覺得 蛤 怎麼會這麼說 因為是因為我掏開你的心 我才會受傷的這種 對 他會覺得風險太大了 對 他們真的很 很容易受傷 對對對 他們沒有辦法應付這個狀況 我覺得 太…太…太非常 太傷心 會倒地不起 對 沒錯 雖然我們已經有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困難 但如果你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想要 很想要挑戰 就一定要交到日本 還要是新U 那我們可以提供你一些建議 首先 首先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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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會尬涼 對 但是尬聊不能够像台灣那種 不行你要一直聊天氣喔 你要一直聊天氣 聊天氣啊 天氣也要一個小時 對 沒有他也說不能夠聊太久 他其實就是說可以先聊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 然後讓人家卸下心房 覺得這個人還蠻好相處的嘛 對好像蠻好聊 那是阿瑟姨呢 對 差不多這樣就好了 不要聊太多 你們聊太久他會覺得 蛤 你怎麼還不斷 這個讓你怎麼說要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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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